给月季修剪是必不可耍的一个动作 那么很多花友可能会发现 我们刚给月季修剪完了 这个枝条若枯萎一大截 或者是整盆枯萎 那么这是由于是真菌性引起了一些病害 解救枯枝病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月季修剪完之后 想要避免这种问题发生 最好给它喷一次杀菌药 或者喷两次杀菌药 连续给它两天三天喷一次 那么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花枝窍 本甲握针子 因为它使用方便简单 不需要兑水 我们直接拿回去直接喷就可以了 一般我们剪完之后 三天给它喷一次喷两次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 当然了这种花枝窍 除了可以预防月季的黑感之外 还可以预防月季的黑斑黄斑等各种病害 包括家里面的所有花 常见的一百多种病害都可以 什么白粉病 灰酶病 碳菊病 等等 都可以有效预防 当然了 出现问题的话呢 你就给它多喷几次 就可以治疗 做预防的话呢 一般一个月 一到两次就可以 这样的话呢 才能保证我们养月季 更加的健康 让它生长更旺盛 好了 我们下期见